互联网的广大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和我继续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 这样编程改变世界 这一节课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循环链表 循环,顾名思义就是兆 如果说兆这个字呢,太简单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方给大家介绍一下 也就是说,从前呢,桑桑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 有一天呢,老和尚对小和尚说 从前桑桑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 有一天老和尚对小和尚说 大家是否已经发觉了 这个在我们以前讲地规的时候呢 也是用这么一个比方 这也是可以的 循环也就是绕 绕来绕去都是那个圈 这就是循环 那么对于当链表循环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当链表 当链表由于每个节点只存储了向后的指针 到了尾部标志就停止了向后链的一个操作 对吧,到了尾部标志就是一个new 一个空指针,null new空指针 也就是说按照这样的方式 只能索引后继节点 不能索引前驱节点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当链表 那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问题是显然意见的 例如说我们不从头节点出发 那我们就无法访问到全部的节点 因为当链表的话 按照我们之前的定义 它是不可逆的 对吧 不像我们吊丝是可以逆袭的 当链表它不行,它不可逆 它就一条路顺着下去 一条路走到黑 虽然这个问题是比较悲催的 那我们想到了怎么样的解决方法呢 首先第一个解决方法呢 就是循环链表 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至于太麻烦 只需要将链表中的中端节点的指针 由空指针改为什么 改为指向头节点的指针 那么问题就结了 它就构成了一个循环 对不对 屁股指向头 手尾相接变成一个圈 将当链表中中端节点的指针端由空指针 改变为指向头节点 使得整个当链表形成一个黄 绕起来了 这个头尾相接的当链表 称为当循环链表 打错字啊 称为简称循环链表 也就是说我们考试啊 一般交流啊 唐道的循环链表 如果没有特殊指定 那么它一般就是当循环链表 OK 那我们又进入了非常激动人心的 no picture you say 追八级黄节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非空链表情况下的当循环链表 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空链表的话呢 空表的话它是怎么样的 它就是头节点指向一个空表 空表的下一个指针 还是指向这个 对吧 也就是说它的尾巴指向头 那么它就是一个啊 它的 头节点指向跟它的尾巴指向都是同一个 同一个位置 那么它就是空表 对吧 那这里要注明一下啊 并不是说循环链表就一定要有头节点 我们看到这些都有一个head对吧 这不一定都要有一个head的 我们在下一节课会具体讲解 呃 其实呢 循环链表的当链表的主要差异呢 就在于循环判断空链表的条件上啊 判断这玩意的条件上 原来我们是判断head的ness是否为new对吧 head如果指向new的话呢 它是一个空表 就是说我们之前的当链普通当链表的情况 那现在呢 则是headness是否等于head指向啊 对吧 就head指向的下一个 是否等于headness指向的下一个 如果是的话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空表 对吧 head指向它的ness 如果说还是指向head的位置的话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空表 head是一个地址吧 对吧 指向第一个节点的地址吧 好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啊 好我们也需要来对这个 代码方面的进行一个复习啊 大家上方物照 先来看一下这个 回到刚才的问题 由于终端节点用我们的为指针Rail啊 我们把这个最后的这个网页的指针指 叫做Rail Rail表示它是一个中端节点的指针啊 称为Rail 这个要注意了 在我们一般的技术用语上呢 很经常用这个来表示尾部啊 比如说 打个比方 在我们这个汽车上 我们会看到一些汽车 然后呢啊我们回来啊 这个Rail指针的指示啊 则查找中端节点呢 它是OE 对吧 而开始节点 因为我们为指针已经有了一个指示了啊 而开始节点呢 是Railnessness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会儿呢 不以head作为一个定义 而以为指针作为一个定义 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之后的下一节课 我给大家讲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现在应该进入的是一个代码环节 对吧 代码环节呢 就是多给大家谈谈一些 呃 我们这个讲过的链表啊 呃 这些循环链表啊 对吧 或者说今后还会应用到一些特殊的例子 一些好玩的算法上面的一些代码的实例讲解啊 因为确实是有很多朋友要求小姐要把代码来讲解一下 本来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呢 是没计划说把代码讲的太细啊 因为刚开始小姐也就说 这玩意是一个军师级别搞的东西 呃 那现在大家既然说又想学军师啊 又想学这个武斗啊 文武俱全的话呢 那我们也把代码给详细讲一下啊 这里代码呢 主要是以C语言和C加加为主 暂时还是C语言好 那关于我们这个当循环链表的整体代码 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初始化代码 第二部分是插入部分 删除部分 还有返回节点所在的位置 那么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程序 整个代码走跑起来的一个情况啊 好我们这里呢整个代码已经出来了 OK 啊看到了非常可心的这个广告未招出啊 娱乐大家 OK 那我们首先呢初始化链表对吧 我们输入1 那我们输入节点的值 呃第一个呢是11 第二个节点是12 第三个节点是23 呃34 45 OK 好然后输入0表示结束 好那我们看到了链表中的元素呢 全部给便利出来了 这跟我们按下5是一样的 对吧那我们现在要插入元素 插入什么呢第二个啊需要插入的位置 我们想在第二个空空位插入 那插入的值是是多少是99 我们看到了他已经插入了对吧 整个链表向后移啊第二位之后向后移他插入了 那我们现在要删除链表啊 删除的位置啊把99给插入给删掉啊 那么他就去掉了 OK 好那最后是返回节点的节点的位置 返回节点的位置 那我们输入4啊 那我要怎么样 查找倒数第几个节点的值啊 第二个吧 OK 他的位置是0啊 他的位置是0 什么意思啊 啊这程序老师会给人惊喜啊 我们这个这个文字打错了 事实上呢是你要查找这个第几个节点的值啊 就是就是他的意思是这么说的啊 就是这个我们给一个节点的值 然后他查找出他的位置 例如说我们把这个34给输入进去啊 他的位置是4对不对 1234 我们如果说输入这个12他会返回2 对不对啊 他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打错字了啊 打错字不放嘴 好 那第5的话呢是便利链表啊 第0的话呢是退出 这是我们这个节课呢 给大家的一个客户作业 然后呢 完了我们整个程序的元代码啊 会放在我们的 还是我们的论堂这个位置啊 因为很多朋友老是问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都有讲解啊 有说的很清楚 但是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啊 主要是忘了床了啊 这次今天的话呢 肯定把他床上去啊 不床上去的话呢 小甲鱼就任人宰割啊 任人喷嚼啊 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小甲鱼经常偶尔上一下我们这个官方QQ群啊 完了呢 老是看到各种喷嚼甲鱼的方法啊 大家对小甲鱼实在是酷爱啊 爱到几点就要把他吃掉 好那我们把他分开来讲一下 我们刚才呢 几个部分啊 首先是初始化 初始化呢 在这 initual 我们打开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初始化部分啊 那初始化部分的代码呢 也不是很纠结 不过呢 在这几部分里边初始化的代码呢 算是比较难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那首先我们深 我们得知道这个循环链表啊 我们把这个p note p note 用来表示指向链表的第一个节点 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两个星星啊 有两个星星对吧 有两个星星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里是表示一个元素啊 它是一个链表上的一个元素 那么如果去掉一个星星 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地址 一个指针 对不对 如果去掉两个星星呢 如果当纯是正网页的话呢 因为我现在定义是两个星星啊 如果是当纯拿正网页出来呢 就是指向指针的指针 OK 这是双重指针啊 所以呢这里要区分一下 好 那我们来接着看你就知道了 呃 这里呢 接受输 接受输 我们要初始化链表嘛 对吧 我们输入一个数据啊 首先你再来提示嘛 输入节点的值输入零表示初始化完毕 那么我们就输入啊 清除缓冲区 如果它是等于零的话呢 就返回 说明我们这个成个程序呢 实现完毕了 我们这里用一个 一个循环不会结束的 永远为真的一个循环 对吧 通过什么结束呢 通过Return来结束 OK 如果输入零的话呢 它就Return 那如果输入的值啊 飞零的话 那么它会继续执行下面的内容 好的 那么如果Pnote 它的地址不是new的话呢 那么这个循环呢 只有一个节点 啊 说错了啊 如果等于new的话呢 它是一个 它只有一个节点 对吧 因为呢 它如果head的指向 什么 指向new的话 那么它就是一个空表嘛 对吧 好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很容易来做事了 我们就给它分配空间 给它分配空间 如果分配空间失败的话呢 退出啊 并返回零 结束嘛 说明是错误退出 那把它的数据 给我们新分配的这个地址 的data 然后呢 把它的data note 把它的 把它的nest啊 指向我们的note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 我们这个pnote 是我们假设的第一个节点 对吧 假设的第一个节点啊 好的啊 现在你如果说这个 初始化看不懂的话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看插入的话 你就明白了 因为呢 初始化这几个部分里面 不要松是最难的啊 好 那如果它不是指向第一个节点的 节点的话呢 那么它就是找到next 啊 啊 一路next直到什么 直到什么结束啊 直到它的next指向第一个节点 因为我们说了 它这是一个当向循环链 它是一个循环链表 对吧 循环链表 那么我们要插入的话呢 都是在链表的最尾部插入 那怎么判断它的最尾部呢 最尾部的判断就是 这个目标啊 假设我们这个定义的数据啊 这个节点 这节点的next 如果指向它的头部的话 指向它第一个节点的话 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尾部 对吧 我们看看它的图啊 如果说这玩意啊 它的指针指向第一个节点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尾部了 所以呢 它在这里判断了 对不对 target的next 如果不等于的话呢 那么target指向下一个 啊 就一路这么走过去 走过去走过去 直到什么情况啊 直到target的next 等于我们这个第一个节点 那就可以白白了 就可以退出循环 对吧 这循环不实现任何内容 它就是一路向西 这么走下去 好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啊 target的next target是一个地址 对吧 指针之间 我们是用什么 是用一个箭头 来表示地址的 来表示这个结构 结构里面的一个数据啊 对吧 如果说我们是元素的话 我们是用一个时薪的小点 对吧 我们是target点next OK 那我们看到了刚才那里有两个星星 对吧 而我们的target呢 这里有一个星星 所以呢 target这里没有星星的话呢 就对应它有一个星星 这样是不是比较好任意一点 对吧 指针事实上呢 就是这么简单 指来指去啊 你别管它 甭管它是几层指针啊 你要按照一定的匹配方式来对应就行了 我们这里两个星星表示它是一个节点 那这里一个星星表示它是一个node的节点 那么我们这里没新的话呢 这里需要有一个啊 就是这么个回事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啊 那么它就生成一个新节点 如果生成失败的话退出啊 然后如果生成成功的话呢 那么就将temp我们生成的这个节点的data啊 存放为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要插入的这个数据 好 然后temp next呢 指向我们的投资针 因为我们现在插入的这网页呢 是位于尾部对吧 尾部有一个任务就是指向第一个节点啊 不是投资针 指向第一个节点 说明这网页是一个循环 好 然后target next呢 指向我们这个temp 就是这样 ok 如果你在这个初始化这里 听的不是很明白的话呢 请认真听我们的插入部分 ok insert部分 事实上应该把insert部分先来讲解 会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的这个链表啊 链表的这个存储结构定义是主持 ok 那我们这里看一下insert插入部分 那首先呢 我们提示语言对吧 输入要插入的值啊 插入的节点的值 然后呢 在此之前 他我们会有一个提示啊 有一个插入位置 对吧 提示别人 呃 提示人们说啊 提示用户说 你要插入在哪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位置传到这个参数i里边 对吧 然后调用的时候呢 他会问你说啊 要往这个位置插入什么值 你把它给了这个 把这个值呢 给了这个item 好吧 然后呢 i如果是等于1的话 就是在第一个节点啊 新插入的节点是作为第一个节点的话 那么好办 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生 生命一个空间啊 分配空间 然后呢 给他负值 对不对 啊 temp the data 负值为我们要插入的节点的值 然后寻找最后一个节点 这个寻找的方式 跟我们刚才那些一样的 找到之后咋办呢 找到之后 我们的temp next就指向什么 指向原来的第一个节点 对不对 我们你看 我们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链表的第一个节点啊 跟我们刚才是一样的 因为呢 我们现在插入的是 假设插入的是第一个节点嘛 那我们现在原来的第一个节点 就变成第二个了 也就是第一个的下一个指向 是不是 那么target的next target呢 现在是我们找最后一个节点嘛 target的next呢 就指向我们 新插入的第一个节点的地址 ok 然后呢 把这个temp 再给我们的pnote 最后一句啊 初学者最容易忘掉 因为呢 我们这个程序是 循环往复的几个时线 所以呢 我们约定pnote的名字 是指向第一个节点的 对不对 也许你在这里会混 而为什么pnote给了 这他的next 然后pnote又给了 他又给了pnote 事实上呢 pnote只是一个名字 只是一个名字 例如说呢 小甲鱼在跟黑夜 往这个马拉松赛跑 对吧 黑夜和小甲鱼在往马拉松赛跑 然后第一天啊 这第一次是黑夜赢了 那么黑夜就得到了第一个 这个冠军的称号 对吧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pnote 第二次小甲鱼 侥幸赢了 那么小甲鱼也得到冠军的称号 这个pnote呢 就指向小甲鱼了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么如果不是第一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办 不是第一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就要从第一个位置开始索引 索引到要插入的那个位置 假设我们要插入第三个位置 在第三个 第三个节点那里插入一个新的节点 那么怎么做 我们假设一下啊 我们pnote呢 是指向我们第一个节点的一个指针 给了我们的target目标指针 好 那么追 追的初始化是等于1了 追的初始化等于1 我们刚才说 i4等于3 那么3减1等于多少 等于2 那么追等于1 那么这个循环要执行多少次 没错 这个循环要执行两次 对不对 那么第一次的话呢 target呢 指向第二个元素 对吧 第二次的话呢 target指向 第三个元素 然后就结束了 是不是 好 我们就注意了啊 结束之后target是指向第三个元素的 OK 那我们做一下备注 方便初学者理解 然后完了我们分配内存 给它负值 给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新的空间负值 负值 负值我们要插注的元素的值 然后呢 完了之后 target的next 等于P P是一个中介 OK P也是一个note的一个节点的一个 一个声明 一个变量 P是作为一个中介 然后把我们的temp 给了我们的targetnext 我们说了我们的target是指向第三个元素的 那么我们的target的next指向了temp 那么第三个元素就变成了temp 这是我们新分配的这个节点 对不对 那么temp的next呢 就指向原来target的next 原来target的next就是旧版本的第三个节点 对吧 我们暂时存放在P里边 那么它有了我们的temp的插注 旧版本的第三个节点呢 就会变成了第四个节点 也就是我们新版本的第三个节点 temp的next的下一个节点 就给了它 对吧 就是这么回事啊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插注 好 讲完插注之后呢就有删除啊 大家会发觉越来越简单 学习就是这么回事啊 好 那么我们删除的话呢 还是需要给第一个节点 还有删除的位置 然后呢通过索引 如果我们要删除的是第一个节点的话 我们必须找出尾节点 然后把它删掉 把尾节点指向它第一个节点的下一个节点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不是第一个节点的话呢 我们还是target从第一个节点开始索引 开始查找 查找到你要删除的那个位置 然后把它删除掉 然后就free 记得释放啊 释放空间 好 那接着的话呢 是我们的search search的话呢 是我们的返回节点所在的位置啊 在这呢 是整块代码里面所有最简单的对吧 它只要符合条件啊 target从pnote开始 OK我们看到了这里是一个新 这里也是一个新 那么所以呢 他们是平等的 如果你这里给两个新的话呢 这里就给一个新 这里就没有啊 明白吧 暂时这么理解啊 退出条件是什么 退出条件是 等于我们的这个element 查找到的这个元素啊 target的data等于它的元素 并且 并且什么 并且target的next不等于pnote 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里呢 用到的是一个与 对吧 end 也就是说 这个不成立 或者这个不成立 循环结束 对吧 不成立 就是说 当它找到的时候 它就不会不等于了 它就等于了嘛 循环就结束 那么它要是找了一圈 找不到 找了一圈找不到 那怎么样 那也是得结束 对吧 OK 那就是这么回事啊 如果找了一圈 找不到的话呢 不存在它返回0 我们也可以用返回-1 来表示抗议啊 因为呢 0的话呢 可能有些朋友 可能会认为说 线性表是从0开始的 因为呢 我们说了线性表呢 是从1开始的啊 返回0是表示 不存在该元素 那你要去 要避免这部分同学的 一个误会 那你也可以返回一个-1啊 因为小姐始终坚定的 认为说要从0开始 但事实上呢 线性表是从1开始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因为经常 嗯 学的C语言就容易 把0认为是第一个元素啊 把序号为1 认为是第二个元素 在线性表要改过来啊 线性表序号为1 是第一个元素 序号为2 是第二个元素 因为呢 我们说我们的这个 数据结构和算法 是面对军师级的啊 军师级别的话呢 不考虑底层 1就是1 2就是2 好的 那这是我们全部代码的讲解啊 在这里呢 给大家提供了我们 所有的代码啊 包括整体实现的代码 比较长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论堂上 下载下来 然后呢 自己体验一下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视频 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